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常态化 未来中国一定是边打边建设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极端的国际环境迫使国家的行为更极端 更极端的行为又反顾来强化极端的环境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螺旋上升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这导致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很多往常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在发生 每天早上醒来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近期 局侧曾突出强调安全和风险意识 提出统筹安全和发展 也是辞意 大变局时代是非线性的 不能以常规思维去分析和预测 列宁说 有的时候几十年什么也没发生 有的时候几个星期顶几十年 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今天 大变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非理性不可测 往常的国际政治潜规则越来越失效 潜规则大行其道 越是不可测时代 越需要强人 各国都需要强有力的领袖和坚人的制度来增加确定性 我们有了 其他国家也会慢慢走上这条路 欧洲极有的上台 美国的法西斯化都已经在路上 大大预测一下 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即将消亡 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个笑话 大争之士更是个笑话 大政府 强政府 强人政治成为国际潮流 此言之 疫情极其激发的国家对抗 将强化国家权力与民主主义 疫情和各种冲突 对抗 威胁之下 各类政府都会采取紧急措施 以防控危机 当危机结束时 他们中的很多会不情愿移交这些新得到的权利 不便的则是世界政治格局的本质冲突 我们强力反制 强力威慑的声音仍然有待加强 如果老是示弱 或者说打太极拳 人家真的以为你好欺负 必须要让对手感到害怕才行 对抗反击已经远远不够了 这打不疼对手 必须让他每次出手都遭到难以承受的代价才行 面对无赖非理性的衰落霸军 必须用对方听得懂的强力对抗方式 表达我们的战略意志 战略决心 中国不动他 不等于不反击 在这个时候稍有示弱 所有周边观望的各方势力就会觉得中国还是怂 那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美国不是要搞核武器小型化吗 普京话说的多直白 你哪怕是一公斤的核导弹打起来 我就当第三次大战爆发了 我们的战略核导弹就直接打到你美国去 分分钟就把你灭了 那就通关与尽了 接着说 那不就是世界末日了 普京说 如果俄罗斯都不在了 我们还要这世界干嘛 对美国必须得有这种气概 否则震受不住它 我们本来是有这种气概的 后来有点弱 但是正在恢复 不可送时代 非理性对抗时代 怎么干 在这样一个黑暗森林中 必须紧握手中的枪 砍好自己的粮袋子 备战备荒 未雨绸缪 为什么一再强调粮食安全 理性节约 正是此意 美国疯狂印钞 美元逐渐疲软 很多人担心我们的外储 其实不用太计较外汇储备的贬值或保值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除中国以外的世界 都要跟美元一起毁灭 只有中国的双循环能生存下来 急急加入中国外循环的国家 能跟着中国活下来 关系跟中国越远 死得越惨 我们要守住内循环 慢慢重塑全球化 今天的扩大开放 跟前几十年的开放已经全然不同 未来是主动发起的开放 是反向渗透的开放 一句话 重塑外部世界 现在这个趋势已经开始 在疫情影响下 整个世界正在与美元一起走下毁灭 中国就像一战以后的苏联 埋头搞自己的建设 整个大萧条跟苏联没有一点关系 这次疫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造成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大毁灭 只有中国和仅仅依靠中国的国家可以胜出 双循环这么好的东西 很多国家都想搞 包括美国 其实川普上台以来 战略收缩 美国优先 打毛衣战 削减逆差 在工业化等 都是值在打造内循环 但美国经济严重的路径依赖和病入高荒 决定了这些都是无用功 世界上只有中国能搞双循环 网友列印认为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 中国就是天下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循环的经济体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中国和外国 内循环是外循环的基础 外循环是内循环的拓展 美国搞不了内循环 人口数量不够 素质更不够 必须经过最彻底的社会革命 并且有庞大的人口极数才可以 印度人口数量够 但素质不行 更重要的是 没有经过社会革命 激活不了内生动力 没有中国可以形成内循环的经济独立体系 这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 在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信念下建立起来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测2019年到2021年 全球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途中那个喜庆的大红柱子就是中国 未来两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将达51.2% 这个数字可以说是非常吓人 这意味着全世界将指望我们吃饭 再看看那个绿色的一小拖 美国对世界的贡献率只有可怜兮兮的3.3%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贡献率还会涨 60% 70% 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只有中国真正复工复产并实现了正正造 其他的都还趴在地上 一句话 疫情前 全球经济已经非常依赖中国 疫情后会更依赖中国 未来大家都指望着中国吃饭呢 这决定了美国根本不可能组建起来一个所谓的反华联盟 这种经济格局下 怎么可能联合起来从经济上围堵中国 大家都不过好日子了吗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霸权 有足够的动力和决心来遏制中国 其他国家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动力吗 其他且不论 只说一条 一个不断衰落 产业空心化 经济泡沫化 对全球经济贡献只有3.3%的国家 能够对一个全球经济贡献达到51.3%的国家发起新冷战吗 用脚趾头想一想都是不可能啊 一些人根本没明白中美实力对比已经发生质变 这种质变是几十年累积起来的 已经不可逆转 原本上看美国还是在战略进攻 事实上美国战略上已经很被动了 因为他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捞不到真正的实惠 却不断的消耗资源 这就是失血 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所以川普想全面收缩 可是又缩不回去 这是帝国霸权的惯性 身不由己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形势误判 过高的估计敌人 过低的估计自己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也能赢 只要中国不犯战略颠覆进错误 就一定赢 现在美国因为枸杞跳墙 跟中国开始全面冲刃 他们忽悠我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只要不被忽悠 我们犯错误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小 中美对决这个大事根本无可挽回 上面难道不清楚 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永远喊 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两败 这也是我们的真心话 但我们也清楚 这个真心话换不回美国的善意 美国对我们已经是 不加一丝一毫眼式的恶意 上面难道不清楚 当然清楚 但是我们依然会说合作攻赢 这就是我们的高明 但斗争准备从未缩写过 北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完成阻碼 为什么 造舰艇像下饺子一样 为什么 美国把我们当头号敌人 我们最终也只能把美国当头号敌人 所有亲美派都无用 最后他们也左右不了 很多人不想 不敢 不愿与美国为敌 但是这些通通都没用 因为形势必然强 不愿与美国为敌人 不愿与美国为敌人